另外再带您来看到新城乡公所在九个村来发放113年度重阳敬劳礼金 去年度推动汇款的方式让礼金直接入账 今年度就达到七成三的乡亲来申请汇款的方式领取 让长者领取最方便 新城乡公所发放113年度重阳敬劳礼金 前年下车和一台在北国村长黄书珍 抗论村长赖明晋社会课长林英辉和承办人员在村办公处进行发放重阳礼金的作业 向上合一台责成社会课积极推动汇款的作业 相信可以到新城乡公所或是各村乡公所申请 这次辩明政策在推出第二年就达到七成三 乡亲申请汇款的方式领取让长者领取更加方便 汇款也可以来理解一下也可以 但是可以来等一下下 如果说你有希望公所发的费 你带来这种资料 我们明年就用费的方式好不好 你肯定在那家拜托 你肯定在那家当 但是有些人说要在哪里 现金上的感觉会比较好我们也支持 这个重阳姐到 今年公所发在这个前乡的重阳姐 这个经位是非常非常的多 我们总共有12个老门费 这些老门费用超贵 七八百亿熊的波族 所以我发了一百多万 不发这个重阳礼稷 如果给重阳礼稷 如果重阳礼稷也算下期的时候 就发豪气在老门这个身上 所以我们公所要落实照顾老人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所以现金上的财政也改善很多 就是财政改变了很多 所以我们明年呢 我们会把花放这个重阳礼稷的这个美女下降 会降到65岁 65岁以上就可以了 我们现金上跟花围稷子花的不一样 那我们主花围稷子花600万 那你们花多少钱你知道吗 我们是给800万 我们是给600万 那明年65岁我们下休的时候 到65岁都可以领核每次花600万 核立台金重长者并指出 每位长者对社会的贡献都不可漠视 任职至今已经健全本乡财政状况 因此用开源节奏所存下来未来经费 照顾乡村以及长者 提高从用敬老礼金 以表达对乡内长辈的敬重以及照顾 记得节奏我们下期再见